哈喽,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流論5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188獎 懲罰策略 空氣清新劑乘以2 等於提神清新劑 話說啊,保潔在聽完 河內斯卡的另一位作者 捷科布·高登伯格的演講之後呢 決定邀請他們給保潔旗下的 空氣淨化品牌Fabrice 組織一次創新工作坊 而他們這一次所帶來的 系統創新思維套路呢 是懲罰策略 懲罰策略的套路是什麼 其實一點都不複雜 那就是分解完產品組成之後呢 再複製其中的組成部分放回去 看看能不能帶來一些不一樣的創新 好,我們第一個步驟 一樣是列出產品的組成部分 我們回到Fabrice的 空氣清型噴霧機看看 它的運作機制其實並不複雜 就是用電熱絲來加熱一瓶香精 而其他的部分呢 則是由容器啊,外殼啊,插座啊 等等東西所組成的 再來第二個步驟就是啊 選擇其中一樣進行複製 用成法策略來創新 其核心靈感來自於複製其中一個組成的部分 那應該複製什麼呢? 別急別急 接著我們來到第四個步驟 也就是明確這種產品的優勢和市場定位 現在,假如我們手頭上有一個噴霧機加上兩個容器 假如我們用形式為先功能赤製的邏輯 接著分析的話 會有什麼優勢呢? 有人可能會想到 哎呦,如果我們有兩種容器 是不是可以在裡面放入不同味道的香水呢? 聽到這邊,另一個人就回問啊 那為什麼顧客需要兩種不同味道的香水呢? 是因為可以享受氣味混搭的感覺嗎? 這時候啊,有人突然想到說 我們是否可以讓這個空氣清新噴霧機 在不同的時間裡面散發不同的氣味呢? 因為人有嗅覺疲勞 一種味道聞久了 人們會習慣,會感覺不到味道 這時候,如果我們換另一種氣味 就會重新喚醒人們的嗅覺 人們也將再次能夠聞到清新的香氣 如果我們能將兩種香氣交替發散 人們一整天都會感覺到神清氣爽啊 哦,聊到這邊 我們就可以來到第五個步驟 去討論 這點子有沒有可行性 又或者我們要如何提高它的可行性 當大家覺得這想法很可行 就開始進一步改進可行性 最終這個空氣清新噴霧機呢 變成了一邊是除臭劑 一邊是清新劑的新產品 這兩者就可以交替加熱 讓香氣散發的更為持久 幾個月之後 這個產品被推上市了 立刻獲得了熱銷 而且啊,這個銷量 幾乎是保潔其他所有空氣清新產品的兩倍呢 你看,連續三講 我們講完了減法策略 除法策略 和乘法策略 你可能已經發現啊 看上去如此強大的系統創新思維 其實一點都不神秘 如果說Out of Box Thinking 是讓你能夠超越框架 Inside of Box Thinking 系統創新思維呢 就是要教你打破框架 這兩者其實一點都不矛盾 都是在對固有框架破壞之後 所產生出來的創新想法 但如果你真的去收集創新相關的資訊啊 你會發現 面對創新 很多人會給你超越框架的雞湯 像是啊 告訴你Apple怎樣透過創新 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品牌的 又或者 告訴你愛迪生的公司 是如何透過創新 改變這個世界的 又或者 歷史上的誰誰誰 透過了創新 使得後世的我們得以這樣生活的 那當你看完這些勵志的雞湯文 想要轟轟烈烈 在世界開始你的創新之路時 你會發現啊 你根本不知道如何開始你的第一步 那 這系列的系統創新思維 卻恰恰相反 它既給你的打破框架的概念 也教你的打破框架的套路啊 其實啊看到這邊 你會發現啊 這種系統創新思維的套路都是啊 先把產品的組成分解出來 再用不同的方法重新組合 用形式為先 功能赤字的邏輯來分析 最後解決執行出來的可行性啊 最後這邊呢 我們就多來分享 懲罰策略的三種案例吧 第一個案例是刮鬍刀 如果你是做刮鬍刀的 一定要記住 1971年這個劃時代的年份 因為自從刮鬍刀被發明以來啊 刮鬍刀一直都是單瘋刀片 而在1971年的時候 吉列公司推出了雙瘋刮鬍刀 革命性的取代了傳統單瘋刀片 男生們的刮鬍體驗 有了巨大的飛躍 這甚至觸發了刮鬍刀行業的刀鋒大戰 像三個刀鋒 四個刀鋒 五個刀鋒之類的產品陸續就出來了 甚至啊現在 還有到已經有六個刀鋒的刮鬍刀呢 你看一個小小的乘法策略 對整個行業 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呢 再來第二個案例是燈泡 聽到這邊你可能會問 這個意思是要在一個燈泡裡面 放入三個燈泡嗎 不一定 其實啊可以試試三入燈泡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在一個燈泡裡面放兩根烏絲 一根烏絲是25瓦 一根烏絲是50瓦 並且設計成 按一下開關 只會開25瓦的那個烏絲 而再按一下開關呢 則會只開那個50瓦的烏絲 那再按第三下開關 就兩根無時全開 產生了75瓦的光量 最後再按一下開關就全部關掉了 於是 人們就有了 可以隨著按開關的次數 調整亮度的燈泡啊 最後一個案例是手機鏡頭 你會發現啊 智慧型手機齁 從開始到現在 手機的鏡頭 真的是越來越多啊 原本可能只是一個後置的鏡頭 而為了要讓自拍或者視訊對話更順利 可能又加了一個前置鏡頭 接著 為了要提升手機拍照的品質 可能又加了兩個後置的鏡頭 再來為了要能夠拍到3D的畫面 可能又將後置的鏡頭增加為3個之類的 同樣的道理啊 如果你是做手機的 是不是可以試著增加兩個螢幕看看 又或者 可以增加影響試試 又或者可以增加個什麼功能之類的 試著用乘法策略 找出屬於你的市場突破點啊 什麼是乘法策略 乘法策略的核心 是分解完組件後 複製其中一個組件 用乘法策略生產靈感的套路也有5步 第一步 列出產品的組成部分 第二步 選擇其中一樣進行複製 第三步 重新組合產品 第四步 明確產品的優勢和市場定位 第五步 解決可行性問題 其實 乘法策略和減法策略 除法策略 基本套路是一樣的 在第一步把產品分解為組件之後 第二步 則是用這些組件 生產靈感的方向略有不同 減法是刪除 除法是重組 乘法是複製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是黃豪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